套上面 因為手的袖子也比較短 那也是身長也做得比較短的情況之下 他可以善用一些配件 像是手環啦 或者是皮帶 又可以增加他那種金屬感 比較重量的感覺 所以會讓他就更時尚一點 會覺得沒有之前那麼乖 但是又覺得這男生可能有一點點 活潑 活力出來了 對 活力出來 我覺得非常棒 就是大頭的那個手環跟那個 不是大頭 那個 幫他配的那個手環啊 跟老師的那個 異曲通通之妙啊 真的嗎 謝謝 不錯啦 這個算是成功啦 對不對 謝謝我們的這個 威柔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的大頭 大家聽新式的一個解說 緊接著我們今天重頭戲來了 剛剛卡卡有講嘛 對不對 說 腿很長 對 不撲的女生 對不對 讓我們歡迎最後這一位 小花 最後一位小花進場 超亮眼色的耶 哇 他腿真的長 真的 而且這個光打下來 都看光了 泳泉哥都笑了 你看一看 什麼話都不會講 要停機嗎 停機一下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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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盪一下 過型 要有專業的盡責 卡卡 因為小花嘛 平常就比較喜歡寬鬆的衣服 所以說像是他穿就是這種 他穿這樣也是可以穿這種比較寬鬆的衣服 然後可是也是可以順便突顯他優點 就是現在是比較平常的時候 然後可是如果有時候可能坐下來 或是說可能有時候可能要比較去比較其他地方的話 然後這邊可能就可以用一個別增或是用一個東西 就是把它這邊抓走 那妳要不要耳年現場也有要試一下嗎 我 還是用手抓一下 或是讓我們感覺一下 因為我是 就是我就覺得這樣OK啦 可是如果要顯得更修長的話 就這邊就是可以把兩邊或是把一邊 就是這邊就是有讓他抓走的感覺 我來幫妳好了 然後衣服就會比較往上 妳的意思是什麼 來來來 妳的意思是說是這樣嗎 之類的 這樣子嗎 就是我覺得這樣會比較有那種感覺 就更Sexy的感覺 這邊可能就別個別增還是什麼之類的 更Sexy應該就要再高一點 會更Sexy 那個不行那就是暴露了 我們是普通節目嘛 對 然後因為平常有時候可能腿短的人啊 穿高跟鞋不是會提高腿的長度嗎 所以我就想說就是讓他穿就是 因為他腿已經比較就是蠻長的 要是在穿高跟鞋的話 就會顯得就是更修長 然後就是有搭上那個項鍊這樣子 對就感覺我是覺得還不錯啦 那針對這樣的一個改造 是不是請我們的陳老師 我們概率也說 我個人認為我覺得不是挺好 應該要就是 當然不是漏很多啦對不對 應該要凸顯他的一個特別的地方 因為我想說就是 因為這樣好像其實都蓋住了耶 都蓋住了耶 沒有意思 詠泉哥現在在講的就是說 他覺得你把他的福利都吃掉了 不是我的是各位觀眾朋友的 對不對 各位都在家裡面看電視的爸爸們 我們先聽聽老師怎麼說 OK 小娃今天的造型也是很巧妙的被運用 為什麼大家會覺得說他出來整個變高了 當然除了高跟鞋之外 然後他最聰明的就是運用了銅色系 就是整塊衣服一大塊布就是一個色塊的顏色 one piece全部都是單色系 然後胸前又帶了一個玫瑰銅金的這樣的一個長項鏈 也都是銅色系 鞋子的部分又整個延伸到鞋子 也還是淡淡的這種橘銀的這個顏色 再往前拉到他的口紅也還是銅色系 黑又巧妙的到頭頂的這個顏色 也都還有帶一點 所以全部這樣整個你的視覺就全部從頭到尾 全部都被他拉住 所以就是整個高挑的感覺就被營造出來 所以我想如果說個子比較玲瓏的 比較嬌小的都可以去運用這樣的一個手法 那主持人會覺得遮太多的這個部分 我會建議如果我們可以把頭髮攏起來 就是因為這個衣服本身它是寬鬆的 那除了我們抓一些腰間之外 我也還滿建議像金晶這樣子 就是說把頭髮略為稍微做一個很簡單的盤起來 很簡單的一個動作 它看起來就會不會覺得全部的東西都披掛在 遮住了 對 那或許我們頭髮稍微盤起來露出鎖骨 那女人最美的其實是鎖骨這一塊 到三角形 對 所以男人也喜歡女人也很喜歡 好 我再把頭髮攀起來 這我建議 謝謝我們的陳老師的經濟的電解 我們也謝謝我們的小花 謝謝 狂奔下去 因為怕被光再照到 當然其實剛剛老師有提到 其實女人不只是鎖骨美 頸部也很美 女生美的地方有很多 那當然今天看了剛好四位的改造 又有兩位專業老師在現場 那是不是最後我們請四位 跟大家簡單說一下 你今天的這個搭配上 總共花多少錢 其實因為不一定要穿 我們剛剛講過 不一定要穿得貴才會好看 有時候省錢的方法 混搭 混搭也會很好看喔 對不對 那我們只要請四位簡單講一下說 大概多少 預算多少錢可以做這樣的一個型 我們身上 當然是model啦 真是的 你們都看節目 都沒有看節目 來我們請卡卡 就其實還好 因為那件衣服好像四百塊以內就有了 四百塊 這哪裡買的 印象中啦 對 然後那個鞋 那個高跟鞋 我記得好像是三百多 三百多 所以今天你在一千塊左右就可以搞定 一千塊以內搞定 應該不用到八九百這樣 所以更低囉 對 不錯厲害 那少爺咧 我沒有過 可是男生本來就是單品都比較 比女生貴一點 像他 可是 其實他的那個配件其實都還滿便宜的 他可以運用配件去改造 像帽子他就可以買很多 可是他的基本款的衣服 可能外套會比較貴 或者是牛仔褲比較貴 那他就是可以靠那些便宜的配件 去讓他有不一樣的效果 所以他那個大概是 外套大概兩千多 褲子一千多 所以也是還好 對 因為他用配件去改 可是配件都大概一兩百塊就有了 帽子都很便宜 其實配件雖然他的價位沒有很高 可是他的那個效果跟亮眼度 是很高的 剛剛像我們陳老師講的 畫龍點睛的效果 對 不同的帽子不同的Style 對不對 好 那我們歡迎美三的 剛剛大概 我就單就西裝外套來講好了 對 那西裝外套其實現在很普遍像 網路上面現在應該很多年輕人 都很喜歡在網拍上面買東西 那因為這種西裝外套的東西很競爭嘛 所以其實這種東西呢 它是有流行性的 對 所以其實在網路上買 可能一間單價也大概五八以內就可以買得到了 所以就是建議大家如果可以買這種東西 就可以去看夜市或是網路上都可以買得到 對 好 那最後 大頭 大頭 就是我的部分啊 因為我的那個皮外套 它的單價比較高一點 就是在外面買都會比較貴 然後他大概兩千塊左右 然後他的牛仔褲是比較便宜的 就是在路邊他們 因為他太瘦了 所以他穿女生的牛仔褲就夠了 女生的喔 女生牛仔褲通常都比較便宜 那一件大概才三四百塊吧 那他的飾品呢 他飾品更便宜 更便宜 大概才二三十塊 因為他那條就是毛釘的啊 他是就是我朋友他不要 他有那個皮帶 他會壞斷掉 我把他中間那一段截圈 然後自己去打釘子 所以還跟我們的觀眾朋友講說 還可以自己製作 DIY 然後他的另外一個那個 就橡膠那個手鍊 大概四個才十塊還二十塊吧 也很便宜 所以就是說除了主要商品之外 其他的配件用簡單的 甚至自己製作的一些配件 就能夠達到有畫龍點睛 甚至於有那個非常讓人家 搶眼亮麗的效果 對不對 那今天呢 我們看了這麼多 我這四位的一個改造 也聽了各位同學對於 有相當的主見跟看法 對 可是我覺得其實啊 在追求流行的過程當中 不要去迷失掉自己 因為畢竟流行並不一定適合自己 最重要是找到屬於自己的型 然後自己舒服的 不要一昧只是追求流行 這樣才是最重要的 對啊 流行齁 有些時候流行 它確實是起源於Kobe 但是呢 你Kobe過來之後 你要改變 要創新 適合自己真的 對 然後呢 改變創新之後呢 變成你自己的一個風格 你自己的一個style 那才是真正的王道啊 是啊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呢 就進行到這邊 非常謝謝我們的 兩位的老師 老師以及我們四個非常亮麗長演的大學生 我們的節目就暫時到此結束了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